来关注蒙古女郎命案 死者的父亲沙里布将在今天会见 我国新任总检察长Tommy Thomas 以讨论新政府是否重新启动这起命案的调查工作 根据新报报道 蒙古女郎阿坦杜亚父亲的代表律师Ram Gaboussin表示 沙里布将在今天下午3点 在总检察署会见我国新任总检察长Tommy Thomas Ram Gaboussin指出 随着新政府上台 这起蒙古女郎命案有可能重新审查 2006年10月19号 29岁的蒙古女郎阿坦杜亚 在沙阿南偏僻地区 遭人杀害诈死 轰动国内外 2009年两名特种部队成员 Azila和Siru被控谋杀罪 两人被判死刑 但是其中一人Siru在被判刑之前 潜逃到澳洲 也是五级牛鲁俄国会议员的Ram Gaboussin 早前曾经表示 虽然两名被告被判死刑 但是这起案件的幕后操守 至今依然是个谜 因此有必要重审聚起案件 现在 后面 是 防特